池塘鞭 池塘鞭地榕树上 只鳥在深深 叫著夏天 朝长遍地球肩上 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 还在拼命叽叽叽叽写歌不停 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鼓励声里面什么都有 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竹根石狼和魔鬼党 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男孩 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间 这里的零食 手里的漫画 清理初恋的童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海洋中下到山地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佛杀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 面对着天空发呆 就这么好奇 就这么幻想 这么不大比童年 总是要等到试交前 才知道功课制作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改变的书都没有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